好的 我感谢大家今天晚上 这个七点的时候 还来听分享啊 就是呢 也感谢非收同学邀请 我来跟大家去聊聊 关于AI Hackson这件事 因为本身其实 Hackson是我自己 很喜欢的一种状态 也是它有很多很多特点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可能 我作为一个Hackson的老玩家 来给大家鼓鼓劲 然后呢 让大家一起来去看看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Hackson 以及我们能在Hackson当中 获得什么 那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分享 那如果说 用整个一个比较上价值的玩法呢 或者说说法就是 Hackson is a lifestyle 就是Hackson本身 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它会让我们 能够跳出我们当下的困境 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在一开始 当然还是要老规矩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那我叫白焕成 然后给自己的定位呢 是全流程工程师 当然我也有很多 其他的身份 可能比如大家更熟悉的是像 我是个AI的产品经理 我自己本身也是 RTE开发者社区的步道师 也是个工程师 也有自己GitHub 然后也拿了不少Star 同时呢 我还是个播客主播 也会去录一些和工程师相关的 播客节目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会后去搜一搜 看一看 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 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今天我们在聊的是Hexam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听会的同学们 大家有没有真的都参与过Hexam 所以呢 在一开始 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Hexam本身 Hexam本身呢 它其实是一个 发源于美国硅谷的一个技术活动 在这个Hexam 中文叫黑克马拉松的活动当中呢 来自不同的背景的开发者们 会在24小时内去组一个队 然后在现场进行代码开发 去创造一个新的产品原型 来解决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的痛点也好 或者是困难也好 当然随着Hexam不断的去发展 也随着说 我们现在的各种工具 比如像今天下午的分享 Ali 包括明天下午的这个Cose 这样的工具的分享 那让我们会发现说 OK 其实Hexam这件事 变得不再是开发者的专属活动 你就算不是一个开发者 你能够去借助工具 你依然可以去打造一个产品 所以Hexam现在被泛化成说 只要你有兴趣 你有想解决的问题 然后你愿意花一些时间和精力 在这件事上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次Hexam 然后我们可以去尝试 创造一些东西 去解决一些问题 这是Hexam的一个大的背景 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点虚 就是大家 我看到你说的牛逼对吧 你说哎呀 这个东西美国硅谷来的 然后我们好像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我也可以去做这个产品原型 但是那我到底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呢 那我觉得我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 就是Hexam到底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指引我们说 我觉得它这个特点还挺喜欢的 我有点想试试 那从我自己来看 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点是短时高强度 一般来说一个Hexam它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制 比如说你不管是24小时也好 48小时也好 还是72小时也好 反正时间就是这么个时间 你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时间内去做一件事 短时高强度 这个事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大家去就是做过一些体育运动的话 你会知道说在力量训练当中 它最重要的是让你去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快速去上重量 然后让你的肌肉达到极限 这样去锻炼你的肌肉 那Hexam也有类似的特性 它会让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去快速做大量的事情 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给完成 然后你可能会进入休息状态 然后休息在那时代以后 你可以再进行一次一个Hexam 那当你真正进行一次Hexam 并且在进行Hexam这个过程中 有了正反馈以后 那后续你会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状态 就是有Hexam就想参加 只要我还有空 我就想进去玩一玩 因为你会得到说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好像会有一些收获 然后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那我在下一次Hexam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能力再去锻炼 第二个是开放 就像我刚才说的 Hexam在早期 它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一个项目 那你必须要能够有工程能力 你必须要能写代码 能coding才能够去参与到Hexam 但现在我们得益于工具的完善 现在其实不太需要说 你一定是开发者 今天我们说 我不是一个工程师 我是一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管理 这个PMO 或者说我是这个运营同学 我是产品经理 我能不能参加Hexam 当然可以 你可以参与到别人的团队当中去做事 你甚至也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项目 和新的团队 然后来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 你可以给整个团队去贡献出不同的力量 因为Hexam它 稍后我们也会说就是Hexam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事情 它不是只有开发就能做到的 Hacker这个词本身也不是 在一开始它也不是工程师 也不是攻击者的意思 它其实是那些偏极客的人的状态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集合 那对于说我们参加Hexam的同学 大家其实可以通过组队来去完善自己的能力 以及它的第三个特点叫从零到一 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一个企业当中的员工 那在企业当中做事呢 运气好的话 你能够碰到一些做从零到一的事情 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做的都是 一到一百过程中的某一个节点 我们把它从55到56 我们把它从82到83 我们很难去经历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 我们往往是在天川佳瓦 这个过程呢 你有些时候会很有成就感 但可能更多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感 但Hexam不一样 Hexam它就是让你从零到一 去打造一个产品 而且你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成本 来去打造一个产品 它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参加Hexam有个最大好处是说 你可以放下心里的所有的戒备 和你的这些恐惧感 我就是要去玩 我就是要去玩这24小时和48小时 我就算失败了 那又怎样呢 我只不过是浪费了24小时和48小时 但如果成功了 我的收益是极其巨大的 因为我自己从零到一 打造了一个产品 我经历了一个产品的创造 成长运营推广的这个过程 你会有巨多的收益 然后呢 你可以在参加不同的Hexam当中 去体会不同的角色 然后让自己的能力逐步去完善 当然刚才这些是它最核心的三大特点 那我把这些三大特点呢 我又拆细了一点 就要说你为什么应该去参加一个Hexam 这个事呢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叫学习新的技能 比如说我们今天参会的同学 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是相对比较活跃的 大家可能也去玩了艾里去玩的扣子 或者是自己甚至自己去调大模型的API 那很好 但也有一些同学肯定是之前是没有怎么玩过大模型的 可能你更多在整个团队当中 也是偏辅助性的角色 那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 为什么不属于是在Hexam当中来玩一玩 因为Hexam约束了 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 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 我就算没有玩好 我不过是浪费了这个时间 但这个时间可能我不来参加Hexam 我又只是躺在床上看小说刷抖音 对吧 那为什么不试一试Hexam呢 万一我可以学到新的技能 而且呢Hexam有一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这些产品啊 运营研发的岗位 那其实Hexam会给你很大这个自由空间 告诉你说你其实不可以的 因为在传统的这些公司当中 你想去做这件事 你一定会要求你说 我是不是之前有这种岗位的经验啊 但是Hexam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我们就只有24小时和48小时 我们每个人只要能够做出贡献 他就可以了 难道说我还要求说 我的队友一定是 这个非常牛逼的大神吗 不现实的 我们肯定是说 每个人只要能够做贡献 你就可以试一试 甚至是你可以在Hexam当中 去换一个身份 比如说你平时是一个CSM 那我在Hexam当中 我能不能试这个产品经历 我能不能试研发 我能不能靠着GPT带着我写一写代码 对吧 反正大家是来玩一玩 就算我没做好 我损失的也只不过是一个Hexam的时间 但如果我玩好了 我拿个奖 那收益可就是非常大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呢 叫为了锻炼你自己的创新思维 我们大部分人平时呢 都在去做我们手头的日常工作 我们埋头做了很多事 Hexam呢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能够让我们抬头去看看路 我们去看看说AI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现在做的哪些事 其实还不够高效 当我们发现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间 被限制到了24到72个小时的时候 以后你可能会发现 你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你突然会意识到说 这个问题如果我不解决 那我这个case就没办法完成 我就没办法在整个Hexam当中完赛 它会逼迫你去思考说 到底哪些事是最重要的 到底什么是我一定要解决的 什么是我可以舍弃的 你的资源被限制以后 你会被强制要求 我要分出优先级 更可能大家平时工作的时候 不会太这么多想 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充裕的 我们现在没做完呢 反正我放到明天做也是来得及的 但Hexam不一样 你只有72个小时 你只有48个小时 如果你没做完 那这个Hexam就是结束了 你就是没有办法参与到评比 所以这种时间和资源的紧迫性 会让你重新去思考说 我应该找到那个更有价值的点 我要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做事的方法 这个事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和创新锻炼的机会 因为你可能工作当中你说 我也想用一些很创新的方式 但你的老板说不 你不想 我要对抗风险 但是Hexam不一样 Hexam我就算做失败了 我损失的是48小时的我的个人时间 那又怎样呢 但是如果你锻炼成功了 你发现一个很新的东西 那有可能你马上面临的是 这个比赛上拿了几个奖 然后投资人也看到说 小伙子你很不错 要不要我给你一笔钱 你出来试试 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于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平时思维比较僵化 那不妨试试去参加一个Hexam 然后呢换一种思维去看说问题能不能被解决 或者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子去解决 有更高效的方式去把这个事给做好 当然也可以参加Hexam是为了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就像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同学 他要去求职说我想做产品 那他的面试官一定会问说 那你有产品相关的经验吗 他可能很难回答 因为的确过去的经历都是和设计相关的 但Hexam可能是一个机会 因为在Hexam当中呢 你可以找到你的小伙伴 比如说找研发同学 找用选同学和你一起组队 你们一起在Hexam当中去试着做一个产品 如果做成功了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就积累了 做产品的决策预先级的能力 刷产品原型图的能力 然后做用户调研的能力 那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坦然地跟面试官说 虽然我没有正式地去做过一个产品 但是我之前在很多的Hexam当中呢 担任过产品这个角色 我也做了一些事情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 你跟这个面试官去聊的可能性 你就可以有可能成为你下一个工作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变成是 我产品能不能写代码 对吧 我参加Hexam然后这个代码是我自己写的 那下一个你去面研发的岗位的时候 有可能面不上 但是至少你会不会比一个 你完全没有写代码的状态的时候 会好很多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Hexam当中能够给大家的一些非常好的收益 当然还有赢得奖项 却只说这个事呢 比较难 因为毕竟一个Hexam当中可能有很多的队伍 然后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次的比赛 你如果进到前20还会给你发4090 但毕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拿到 对 但是并呢该话还是得话 如果你能够拿到 那你这次的收益真的是拉满 你有各种各样的收益 前面的技能的收益 前面的职业岗位的收益等等一系列 同时你还拿到最终的奖项 还可能拿到一些投资机会 这些都是你的收益 我觉得最后一点我想聊一聊的是说 认识新的朋友 这个点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日常工作里 大家合作的往往是你的上下游的同学 比如说你是产品或者研发你合作的人 往往是你非常熟的同学 大家的思维会因为我们的工作项目 集合在一起而会被变得非常的类似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难会有一些新的思维出来 和我们进行碰撞 就是大家都被同化了 我们长得都很像 但是呢 Hexam能够让你会有一个很少机会 去接触到不同的同学 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张图 其实是我之前参加的Hexam 然后我是和我们的这个Sysam同学去合作 和Sysam同学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新的产品 然后我们去看不同的机会 以及不同的场景下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事 在我们完成了这个Hexam比赛当中 当然这个比赛我们也拿奖了 对吧 很开心 然后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又合作了一个新的项目 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安可的大师 我们看到说这个安可大师 现在的整个对话活跃都还很好 我们看到有大量的用户在用这些东西 但如果说我们在那个Hexam之前 没有合作过 对吧 我们没有Hexam那个机会 可能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是路人 我们是陌路这个不认的 是我看到他 我可能不知道是谁 对吧 那这个我们可能就少了一个机会 但是因为我们通过Hexam 我们认识到了新的朋友 我们有了新的输入 那我可以帮助他或者他可以帮助我们 去做一些很新的东西 是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内 才有的东西 这个事是非常价值的 以及我觉得最后呢 在这个模块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也是我觉得Hexam本身的一个 最有价值的点是 这本书叫 十倍比两倍更容易 我们大部分时候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考虑都是两倍的增长 这个时候导致我们会 其实我们会把精力聚焦在很多事情上 然后我们精力会慢慢分散 但如果当我们今天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说 我们必须要追求十倍增长的时候 我们会找到那些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把那些最最重要的事情给做了 Hexam也是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如果要开发一个产品 你一算人天 可能怎么都是几百人天 但是Hexam告诉你说 你只有这72个小时 你只有这五个人 你只有这15人天 你要么把它给搞出来 要么你就fail掉了 那这种几倍的压力 会让你意识到说 我只能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它会让你快速意识到说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然后抓住那些最重要的点 去做增长 去找到机会 这本书呢 也很推荐大家 如果会后感兴趣 可以找来看看 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当然前面的饼画完了 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整个实物啊 就你在参加整个Hexam当中呢 其实你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找主题 或者说组队 因为你需要去找到 你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拿着这个问题 去找合适的小伙伴 跟你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再进入到具体的项目 开发和项目的制作 然后再包括后面去做路演 推广等等一系列 那首先要做的是 如何选择一个Hexam的主题 绝大多数的同学呢 可能大部分时候 其实会面对一个Hexam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不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说 我能不能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来去找一些问题去解决它 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 那个安靠大师 其实就是CSM同学 在自己日常工作当中 觉得说提案靠这件事 好复杂 那我就做一个AI机器人 帮我去提效 我自己可以能够 有更高效的工作 那对于大家来说 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工作当中 都会有那些好 或者不好的点 那你只需要把那些不好的点 找出来 然后试着想说 假设我在这件事上 加入了一些AI的能力 或者我加入了一些技术能力 能不能变得更好 如果可以 那我们就在这个Hexam当中 来解决它吧 因为如果你拿奖了 这个事是双席临门 你既解决了问题 还拿到了一笔额外的收益 如果没有拿奖 那最差的情况 无非是说 让你自己的日常工作体验更好 也不亏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你只要做这个事 最差的情况 你的保底收益 让自己日常工作体验更好 第二个点呢 是做一些具有细分的行业know how的问题 这个事呢 我下面举个例子 就是同样是 比如说大模型问答 对吧 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大模型应用 然后呢 可能一个医生也可以做一个大模型应用 都来去解决帮助人获得健康这件事 但很现实的是 我因为没有医学背景 所以我很难在这个事上做得非常好 但那个医生呢 因为他有自己的行业know how 他知道说 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好的 能够帮助大模型 更好的理解AI 能够理解这些用户的问题 那他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更有价值的大模型的产品 AI的产品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 而且这个会非常容易做出差异化 比如说 我们说前面做oncall这个事 那对于CSM朋友来说 他可以做oncall 我也可以做oncall 我们都可以做oncall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出 非常大的这种差异化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参会的同学 有一个医疗行业的 医疗互联网的同学 那他可能就可以做 医疗互联网的一个产品 那他的价值可能就比 我们做的oncall大师价值更大 因为他去解决了更多 不懂AI的人的问题 那这个事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题 那当然 大家现在看到这些问题 可能也会想说 嗯 你说的我也懂 我也能从我的工作当中 找到一些问题 但是 这个问题很小 还值得提出来吗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问题的大小 本身其实不是关键 你说这个问题特别大 我们解决不了 它有意义吗 可能也没有意义 对吧 没有人预期你们 在hexan当中 能够造出一个光刻机 因为它不现实 它的确是个问题 它也非常有价值 但不意味着我们在hexan当中能够解决 你要解决的问题 还是说 哎 第一 这个事本身是有价值的 第二 我们在hexan当中 我能解决 或者我能组一个团队来解决 这两个条件都能够满足 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个hexan了 就算这个问题可能很小 但是 还是我刚才那个点 它就算很小 它能够帮助你去优化你的工作流 那这件事就是不亏的 对 以及说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事我也的确能解决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怎么办呢 也很好办 就是你在找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对应的 被困扰的人 比如说 如果是我自己的工作的经历 那可能是我自己是那个困扰的人 那 你可以找一找 你身边和你有同样困扰的人 问问他说 如果我给你提供一个这样方案 你能不能满足 或者说 如果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去 给你自己提效 你会很快的获得一个基础的价值判断 觉得说 这件事我到底要不要做 有了这个信息 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说 我是用这个问题 还是问题B 当你把这两个清楚 这两个问题理清楚以后 说 是否有价值 是否能解决 你可能很快发现说 我其实日常工作中 还有蛮多可以去优化的点 那你就可以排着一个Hexan 一个Hexan做 甚至于说 我自己其实Hexan做多了以后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会愿意在周五的晚上 给自己开个单人的Hexan 就我并不一定说 一定是有Hexan这个活动 我要的是 我从周五晚上开始做这件事 做到周日的晚上 我要把这件事给结束掉 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周末 我把这个事给做好了 那我有新的收益 如果我没做好 大不了我下周一继续去上班 又不影响 但是如果你选择创业 出来做这件事 可能你的难度会巨大 因为你要背负巨大的压力 但是Hexan 无所谓吧 我大不了就是亏了个周末 无非就是我这个周末 在电脑前面做一周末 还是我在床上躺一个周末的区别 所以这些是Hexan 能给我们提出来的 很大的一个机会和价值 你可以放下所有的心理负担 然后试着去做一做 那说完了前面的这个 怎么选主题 那说一个Hexan当中 很重要的话题是项目管理 因为Hexan呢 它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 就像我刚才说了 你可能只有72小时 要做这件事 那你就需要把自己这个项目 做好管理 你需要去在这个过程中 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你要做的这个项目 给做成 而且能够在 需要上交的时候呢 能够上交好 所以呢就很适合 如果你过去没有项目管理经验 你可以试一试 在Hexan当中 做一个最小版本的项目管理 那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利用好有限的资源 然后让所有的目标能够达成 这就要求你去理解说 在整个Hexan当中 我有多少人 我有多少事要做 那我把它排成 最重要的P0 然后次重要的P1和P2 那我按照我的P0 然后去排好我的Miles Stone 我在什么时间点 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应该提交什么的产物 那排好Miles Stone以后 就开始让每个人 都知道自己的分工 以及自己在什么时间 交付什么样的产物 然后逐步去执行 并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 及时去检查 它的执行情况 降低风险 从而去确保 你们整个项目的成功 这个是很多参加Hexan的同学 大家没有注意好的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 大家过去没有一些项目管理的经验 和积累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 那不妨试试在Hexan当中 去主动担当一个PMO的局势 来帮助大家一起规划好整个项目 然后一起取得成功 这样的话 对于你自己日后去做别的项目 也会有很大的收益 对 项目管理完了以后呢 就是录演了 录演这个事呢 是基本上绝大多数Hexan的 最后的一个环节 大家进来先报名 选主题 组队 然后就是项目管理 干活 干完活以后 就到了最后的录演 录演这个事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 是九项也怕巷子深的时代 我们如果把开发产品 创造产品是 认为是做产品的过程 那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宣讲好 然后让评委能够buy in 给我们打个高分 就是我们卖产品的过程 大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我既能做产品 也要能够卖产品的人 这样呢 你才能够在整个Hexan当中 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当然你可能会发现说 我是一个工程师耶 你让我做产品我可以接受 但我卖产品我实在做不好 怎么办 也没问题 你完全可以选择 我就是一个团队嘛 你们五个人 有四个人专心去做产品 让最后那个同学 去搞好卖产品的过程 这里面会给大家一些小的tips啊 就是第一是说 你一定要留出一些时间 去做你的演示文稿 提前做了准备 就比你没准备会好很多 而且呢 你最好在正式宣讲之前 演练一到两次 这样的话 你可以保证 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你要讲的重点内容给讲完 这样的话 你可以确保说 就算宣讲过程中 你超时了 不影响 你可以把重点内容讲完 然后把演示放在最后呢 这样 如果评委觉得 你讲的还挺有意思的 或者挺有价值的 他就会跟你说 那你演示完吧 在这个宣讲过程中 你肯定也不能全靠PPT讲 你就可以把你 这个产品的一些 录屏的形态 给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 大家能看到录屏 再到最后来一些演示 就能够让整个过程 会变得更加的顺化 你也能够把你想要的 讲的都讲完 以及最后的最后 给自己做一做 这种思想挑战 如果你是评委的话 你怎么去挑战 自己的项目 甚至你可以去 试着用一些 商业分析的手段 SWORD分析之类的 来看一看自己的项目 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然后提前想好 这些优势和劣势 我应该如何去处理 去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逐步做得更好 OK 然后在整个这个分享之后 我觉得 我之前看的一个 这个一句话 也是在讲Hexan的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 不要问为什么 没有人做这个 因为那个没有人 就是你 我们的工作当中 有大量的不好的点 那我们不能指望 别人去解决它 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我们自己下场去解决它 Hexan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机会是 让我们可以自己 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在一个 可控的成本下 去把这件事给做好 那大家为什么 不自己去做一做呢 对吧 欢迎大家加入到Hexan当中 试着去用一个 很短的时间 来把一件事给做成 感受一下从零到一 最后的收尾 对吧 本次分享 由ChatGPT提供 有情支持 提供了整体的 这个分享的大纲 借助于AI提供的大纲 我来去往里面 填一些什么照片 一些细节 有一些字 个体的感受 来帮助大家去 理解Hexan 也希望大家 我们能够 报名Hexan 然后我们一起 在Hexan当中 去玩一玩 感受一下Hexan的魅力 然后也希望大家 能够像 这个分享的 第一章一样 能够把Hexan 变成一种Life Step 好了 我的分享就这些 子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